科技部年全身算起來今年算60年 60看起來是一個很長的日子 不過其實對科學研究來講 這還是也可以講是一瞬間 科技部的國際合作 事實上就是我們建置一個連結的網路 然後協助國內的科學團隊 能夠跟國際的一些 它相近的科學團隊能夠對接 所以科技部我們現在有17個駐外組 就是在不同的國家 反而是讓他們依照那邊長逸的情況 來跟我們科學研來做連結 對我們除了說駐主上的選擇之外 另外就是我們在整個配置上面 是以科技先進當然有所謂priority 我們就以科技先進國家 為我們主要學習的對象 在做科研的時候 其實有兩個蠻重要的要項 一個就是人員的交流 就是人才的培育本身其實是最重要的 在基礎研究裡頭 就把人才培育相關的部分 納為說我們未來再促進一個重點 那除了這個之外 有一些團隊除了人才之外 你也需要給他一些國際的合作的這些資源 把它送到一些國際的 可能是一個心臟公司 也可能是公司裡面的新計畫 或者還是送到學校 這幾個都是選擇 那可以讓我們的人才的廣度變成加大 那再把將來這些人才回來的時候 可以帶回新的砍來新的相關的知識回來 我們做的學術研究 其實能夠給產業的幫助 主要還是來自於兩大塊 一個就是提供它比較前瞻的技術 那這個技術就用各種方式 能夠移轉到產業去 所以我們的研發團隊就要去了解說 國際上現在研發的現況 它的水平到什麼地步 那我們透過國際合作 其實就是要拉拔說 國內在幾個特定的這些研究題材上面 我們可以直此直彼 了解說台灣的團隊 我們應該要走到哪一個部分 才能幫你真正協助我們國內產業的生意 就是將來我們給產業界 或者協助產業界推動的這些人才 他也有好的國際的可能性 然後他也有好的國際的視野 那這時候透過國際合作 可以讓我們的人才 不是只有在台灣看事情 他也可以有機會說 來到一個先進的市場 比如說把人送到加州去 他會看到加州這邊 對創建的概況 把人送到以色列去 他會知道說 以色列這個角度來看世界形狀 那這樣的人才 將來我們學界透過國際合作培養以後 到越界去 其實對業界就是可以幫業界 在國際打仗的這些綜合的人力 我就舉一個說 我們今年也在啟動了一個新的項目 就是腦科學的研究 那腦科學研究一直到現在 我們還不知道人腦裡面 很多你思考思維的 這奧秘到底是怎麼來的 包括你意識到底怎麼來 你怎麼思考 那這些思考的記憶都哪裡去了 我覺得這是有機會 所以類似這樣就是科學家們 還是會不停地把人類的知識 往未知去探索 那當實體也有 比如說像我們對宇宙 對太空的知識 這個也會是會越來越多 所以科技部有另外一個執行計畫 就是十年的太空計畫 所以我覺得從科學家的角度來看 我們都說我們科學人 通常永遠保持一個像小孩子一樣 對未知探索的好奇心 所以科學的好奇還是會讓我們 去把人類的知識往前推進 科技部還是會在未來這個日子裡面 協助我們科學家 從各個不同的專業領域裡面 去做科學的探索 來滿足人類更多的好奇心 專業的一種更多的 尊重的高級別 丁度的HP